3月25号超市买个芹菜 皮吧皮吧 剩下这么一大块就可以了 我们来给它泡干 大家可以看得到给它泡干需要的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不要泡上一两天看着没有就把它扔了 这不行 因为有很多节目说给菜生菜泡干的时候 几天就能泡出来 我亲自实验并没有那么快 3月15号 今天是4月19号 你看它的杆已经长出来了 等到5月末我就把它种到外边去 3月20号 这些杆你看都长出来了 多好 我给它换了点清水 明天就打算把它种出去了 明天就打算把它种出去了 就像是4月9号 就像是5月20号 9月20号 1000号 做出很多东西 3月20号 4月20号 5月20号 10月20号 10月20号 1月20号 20号 1月20号 1月20号 2月30号 5月20号 我也看到有的人就直接切了以后 连根都没有泡 放到土里埋到里边 它自己也能长出新的芹菜来 我这个就是泡成这样 有一些很小的小虚根 等着我有空的时候也实验一下 咱们来看看我这种方法 肯定没问题 能长是一定的 这两颗你看几乎是同一时间下地 但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一颗出台了 我现在摁的这颗 而这个小的居然没有出台 我也没有搞清楚是为什么 一起种下去的 在一个超市买的 那么完成 我又给它盖上了一点今年买的专门种植果树的种植土 它下面的土就是很普通的 也不是每天都浇水 干了就浇 我刚刚又把它搬到棚子里来了 因为我做了一下调查 得到五月底才能往外种 我怕把它冻死 说是芹菜的温度晚上不能低于一摄氏度 就是我这里晚上还是有点冷 最好是五月底 所以还是进来吧 进来安全 五月四号芹菜 已经看似有芹菜叶的样了 有不停的小嫩芝往外窜 这两颗我们以后看看谁会是长得最弯强的一颗 它俩种植时间都差不了太多 5月23号 这个好像有点开花了似的 下面的芹菜 它的主干如果是没了的话很正常 它就变成养分 又被这新植树吸收了 从里边冒新的枝叶 6月10号 这颗芹菜开花了 这颗很没事 6月17号 我总结的就是 如果你要是吃芹菜 想快速的话 就用菜生菜这种方法 它长得比较快 这又发出一个新的质来 但是不清楚 为什么一颗抽了苔 要接种子了 这应该就是种子 但是我自己没有收集过芹菜的种子 而另一颗呢 却没有什么事 给大家看看 我是用种子种的芹菜 这底下 就是特别的慢 也是长了有三个月了 看现在 一包种子 我买的有600个芹菜 基本上都出来了 我这一半都送了人 看这里 这些还没给它找到家呢 这些也是 没有地方 下面可以看得到 看它的根 芹菜一般不招虫 这就是我刚才拍的 又长出新的芽来了 我都不舍得吃 种了600克芹菜 还不舍得吃 这不不舍得不舍得都出台了 我就总结的 菜生菜种芹菜 它快 如果是油菜的话 不如从种子开始种好 还有的人就直接把芹菜种到菜地里边 这是我昨天刚买来的 打算如果有空的话呢 我那个已经被我种上豌豆了 可以给它填满土 把这芹菜苗种到这边来 或者是我水培的 我觉得这个深度呢 已经足够了 就这样种的话 比较方便 我为什么还自己种了芹菜 芹菜并不贵 一个是比较爱好种菜 再一个就是英国的芹菜 大家发现没有 它只有梗 这叶子根本就没有 你像芹菜的叶子 好处非常多 都可以落饼啊 干嘛的 所以就自己种了一些 建议大家用 买来的芹菜也试一试 不用多大的地方 你看我这个也不大 对吧 还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